歡迎大家收看由產新聞出品 2021年立法會選舉 為何我要選特備節目 今天特別節目是就12月19日立法會投票日 每個直選選區會有兩位候選人 而我們今集是做新界西北直選的特別節目 新界西北我們今天邀請到兩位候選人 包括新界西北的新思維黃俊朗 民建聯、新界社團聯會的周浩鼎 這是按較早前的抽籤次序 至於新界西北候選人實證元卓的田北辰 是未能出席的 我們在11月11日已發信邀請 他未能出席 其實今天這個環節 在較早前透過抽籤安排了發言次序 我們有三個環節 包括介紹政綱、焦點討論和總結發言 三個環節都會依據較早前抽籤的次序作出安排 候選人聽到叮聲 即是表示時間已足夠 他就需要立即停止發言 這個時間首先進行第一個環節 是介紹政綱 會委候選人有40秒時間作出介紹 根據剛才的抽籤次序 我首先請新思維的黃俊朗 開始40秒的介紹政綱 可以開始了 各位香港市民、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新思維的黃俊朗 我今次參選是希望將為下一代建設香港這個主題 帶出來給各位香港市民 今天的香港青年人感到很憂慮、很無奈甚至很困惑 我們希望對香港的未來社會是一種憧憬 我們來自一個基層的家庭 土生土長90後 我們希望在一個創新、創業的環境 在香港未來進一步發展 所以我提出三大綱領 第一個綱領 就是希望為香港的青年上流盡一分努力 第二希望在土地規劃有一個公平公義的分配 最後時間夠 接著我是請民建聯新界社團聯會的周浩鼎 你有40秒時間是介紹政綱 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好我是民建聯周浩鼎 過去黑暴期間阿鼎和大家一起頂住反中亂港的黑勢力 今天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香港恢復穩定阿鼎提出三大主張 第一就是通關 這個是頭等大事 第二就是我的再工業化的倡議 要落實幫新界西北的居民 創造更多園區就業 第三就是小孩子的教育 我們要敦促政府有效落實國民教育 除此之外 當然屯門元朗的交通基建都是大家關心 我一定幫大家揭力跟進 1.2.19 懇請大家 全家總動員投票支持阿鼎 讓我繼續和大家鼎力前行 共創明天 好 時間夠 接下來第二個環節是焦點討論 這個環節我們會安排四個信封 讓候選人抽出 是關於全港性或地區性的題目 他們每人有兩分鐘時間 就著抽出的題目發表意見 稍後會有質詢環節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題目 向相關候選人作出提問 提問時間是半分鐘 回應的時間是一分鐘 現在我首先請黃俊朗和他們抽出 請你交給我 謝謝 他們抽出了土地共享計劃 這個環節每位候選人 有兩分鐘時間可以就這題目發表意見 按較早前抽籤次序 我先請黃俊朗發表 現在可以開始 各位香港市民 各位選民 說到土地 肯定很多朋友在新界西北裏面 說到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很多人會明白香港是需要發展 無論在土地 無論在各個類型的過程裏面 但是我想強調 在土地發展裏面 必須要有公義和有公平的分配 除了給大財團有一個收地的過程之外 我們亦都要對我們小市民 小農民的利益是要有一個好的依歸 所以在過去一段時間 有很多媒體 很多朋友都找了很多資料出來 在新界的農地的團地裏面 整個四大地產商的財團 其實是團了大約1.02億平方呎的土地 但這些土地是牽涉到很多問題 在接下來的一段日子 林鄭月娥特首提出 新界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其實除了在北部都會區的願景 是有20年 建了33萬個公屋之外 其實我比較緊張 比較關注的是土地發展的過程 無論是土地共享計劃 或者是土地的發展願景 無論是建不建更多公屋 很遠大的發展理想 在過程裏面你都要落地 而整個落地我有幾個看法 第一一定要關注小農民 小市民的利益 我不希望在今次的發展裏面 有新界東北 類似新界東北 我不想再見到一個多一個馬市部 多一個界木廠 多一個要逼遷的老人魚 是因為香港的發展不能夠融合 第二我希望在今次的土地發展裏面 有更多年輕人能夠參與 所以我在政綱裏面提出 如果新界北部都會區需要發展的話 是需要有青年諮詢的參與 要大量給下一代參與的機會 所以我希望在今次的土地裏面 有公平公義的分配 好 就此題目 周浩鼎有兩分鐘時間發表意見 現在可以開始 講到土地的問題 就是香港最深層次的問題 其實大家回顧過去 為何我們的土地在過去 解決不了一個土地的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過去的攬炒派反對派 是不斷地在議會裏面進行各種的拉布 在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各種的藉口都拿出來 包括朱凱迪是其中一個標表者 不斷地去拉布 所以導致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順暢地理順一些土地的發展工作 今次特首是提出了北部都會區的計劃 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將來是提供三十多萬的這些單位 我們記住要做到三年上樓的公屋上樓的願望 每年我們要大量製造這些公屋的單位 但怎樣做呢 當然就是我們要理順在整個發展計劃裏面 是真的要如期進行到 但怎樣為之如期進行到呢 在這裏要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剛才我們提到的 有一些所謂的諮詢 或者有一些整個的補償的計劃裏面來講 其實現在的法規是有規定的 但怎樣可以理順他呢 阿鼎就認為有幾個位置可以去做 第一有一些的祖堂地其實可以放寬 在修處理的情況來講 現在的那個限制是很多的 一定要拿走所有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到那個發展 但大家看一下其實 強迫條例都是一個例子 你只要放寬少少門檻 就可以完成了修地的安排 其實這個是可以加快整個發展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對小村民的補償 其實阿鼎過去也都幫過很多一些新界區的居民 就是處理小村民的補償問題 我自己覺得在一個整個跟進過程中 我看到一件事 政府給的補償現在都是依法依規地去做的 但怎樣能夠可以再進一步 給那些小村民的補償可以公平一些呢 例如說錦田的發展 過去阿鼎就知道 新市鎮的發展他不定義做新市鎮發展 接下來這個是一個質詢的環節 按照剛才的抽籤次序 王俊亮可以向周浩鼎提出問題 有半分鐘提出問題的時間 而周浩鼎是有一分鐘的回應 我請王俊亮提出問題開始 周浩鼎我看到你的政綱 關於新界北部都會區 你提到很多工業4.0的工作 在這個工業4.0 你很大量可能去講多些 是關於土地如何去建設一些創新的地方 但我有一個看法 而這個看法就是 無論我們以後的工業4.0 的高新企業高新製造業也好 我們是要有招商引致的功能 我縱觀好像內地那樣 是很多招商部門 你怎樣看這個招商的工作呢 至於今日特區政府 周浩鼎你有一分鐘時間回應 現在可以開始 多謝你的提問 我的而且這次在我重點的政綱 就是發展工業4.0 要有先進製造業的地方給我們香港 我們亦爭取先進製業中心 第二個落戶在屯門或者元朗 我們新界西北區的居民便可以園區就業 回答剛才王興的問題 怎樣做那個招商引資呢 我自己覺得最重要就是 首先那些土地撥出來 是做將來這些創新的科技用地 價格一定要定得有足夠的競爭力 足夠低 因為我們看到過去的情況 如果我們以深圳做例子 其實它對那個土地的補貼 給那些創新的企業 其實它基本上是做很大的補貼 用很便宜的價格給那些企業 其實有一些創新的企業或者年輕人 假時間它要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或者那些企業要進入 首先要降低它那個土地的成本 所以在阿鼎的角度 怎樣能夠支援到這個工業4.0 我覺得土地的價格要夠競爭 好了 周浩鼎 你有半分鐘時間向王進朗提出問題 現在可以開始 王兄 剛才我都聽到你說到 有些關於土地的共享的情況 我也都聽到你說 有些諮詢的情況你特別重視 但是的確過去我們知道有些人 包括有些攬炒法 他是刻意濫用那個機制 甚至是刻意去做一些阻撓政府 是刻意拖垮的這樣的工作 他不是真心地去幫助 那面對這些情況 你覺得應該怎樣去處理這樣的情況 好 王進朗 你有一分鐘時間回應 現在可以開始 首先兩點 第一 從政治角度來說 今天這個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 是完全新的形勢 我相信剛剛周浩鼎所說的 所謂攬炒 或者是極端的人物議員 應該不會再在議會裏出現 所以我相信這個攬炒等等 是一個危命題 還有我不希望這件事 再繼續撕裂社會 這是第一 回到剛剛諮詢的問題 我認為有兩個工作可以做 第一 從特區政府主動的工作去做 如果未來北部都會區是要發展的 他要主動開放一些北部都會區的諮詢委員會 無論是地區 或者從中央的角度去做一些 吸引更多青年人 是他會在諮詢委員會裏面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吸納多一些 現在是創新創業的青年人 因為我自己都是創業出身 我希望通過不同的渠道 在這個北部都會區裏面 有更多青年創業和青年就業的政策 接下來請為我抽出 另一條全港省或地區性問題 根據抽籤次序請周浩鼎為我們抽出 周浩鼎 這條題目是十四五規劃 按剛才的次序同樣 黃俊朗和周浩鼎分別有兩分鐘就著這個題目發表意見 我先請黃俊朗現在可以開始 我們國家提出了十四五規劃 我比較重視一個點 一點就是青年的發展 在十四五規劃底下 相信青年發展一定是香港和內地的一個重點 而在過去一段時間 中央都有提出了不同的政策 包括全國青聯提出的八條政策 在就業、創業和實習這三個方面 在我的看法 除了中央政府單向式或單方面 給香港青年有一個 與往內地和國家對接的一個政策之外 我相信雙向的政策融合是需要的 在過去特區政府提出了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計劃 和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這兩個計劃是一個先行先試的方法 給香港青年去大灣區發展 但是同一時間也要內地十四五規劃 裡面的青年政策的配合才行 所以我希望未來的特區政府 不單止是按中央單向式的政策 而是要互相融合才能夠解決 為一為青年提出更多的受益機會 好 時間夠了 接著我請周浩鼎就著這個議題 發表兩分鐘意見 現在可以開始 十四五規劃這次其實對香港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大家留意一下過去沒有試過 我將香港的定位角色也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其實阿鼎早前做這個工業4.0的倡議 賺寫了一份很詳細的政策建議書給了政府 因為我正正就是認為 其實今次是國家給予我們一個很強的角色 是希望我們發展國際創科 其實就是跟我們說的工業4.0也是一脈相成 其實香港絕對有條件這樣做 剛才阿鼎已經提到要配合這個十四五規劃 我們香港就要有新的土地 去給我們這些先進的製造業 用智能生產線 現在已經開始有些企業正在做 我們覺得應該有多些的支援有土地 第二就是職訓局也要有多些的支援 因為過去職訓局很多時候 他未能夠告訴別人大家 大家做工業4.0 經常以為是做六七十年代的工業 其實不是 我們說的是全部是最先進的製造業 其實職訓局是可以擔當一個比較好的職能 培訓我們的青年人 亦都加大力度去宣傳 讓全社會有共識 一起去發展我們這個工業4.0 其實在十四五規劃之下 當然除了照顧青年和產業發展 我們亦都同樣很關心長者 因為我們知道大灣區裡面 怎樣讓長者可以安心地居住 養老、醫療配套全部都需要做 阿鼎在立法會過去都跟進 繼續都要幫大家跟進的就是 長者那些醫療系統 例如說電子病歷的全面互通 現在還未完全做到的 阿鼎一直要幫大家繼續去做 同時間就是說 在未來一些長者的福利可攜性 除了廣東和福建計劃之外 還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其他地方都可以做到呢 這個都是我們關心長者 希望他們在大灣區 或者在整個內地裡面的生活可以得到 好時間夠 接下來就是質詢的環節 每位候選人可以向另一位候選人提出質詢 問題是半分鐘 回應是一分鐘 我首先請王俊朗 剛才我們提到很多國際創科中心 國際這兩個字 其實在十四五規劃裡面 香港有一個很獨特的特色 就是國際的地位 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見到特區政府等等的一些部門 就猛禁是推香港青年 或者是推一些香港企業 往大灣區內地的城市發展 但是他沒有希望我們發揮我們國際的優勢 我想問一下周浩廷 在發揮國際優勢這裡 你覺得香港怎樣可以配合中央政策 或者國際的形勢去做到這個效果呢 周浩廷你一分鐘時間作出回應 現在可以開始 多謝你的提醒 我自己正正就是認為 應該透過發展我們國際創科中心 或者我們工業4.0 是應該讓我們本地的青年 在本地工作 而更加應該的是什麼呢 阿鼎就認為 要拉多一些在內地的一些科創的專才 落戶回香港 其實我們應該要做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將來我們想去做工業4.0 你也都應該要有內地的專才 也都甚至乎王興剛才說到的國際專才 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 就是希望是對世界作為一個國際的門戶 我們都要吸納這些國際人才來香港 那怎樣吸納它呢 我會仿效新加坡的做法 就是先都要照顧這些國際專才 或者內地的專才的子女的教育 在不同的地方都要有一些學校的配套 讓這些國際專才的子女在這裏居住的時候 他又可以照顧子女的教育 因為他落戶離得這個地方的時候 自然就要想他自己的家人 他自己的子女的居住 好 時間夠 好 接著就是由周浩鼎向王進朗 作出質詢的環節 周浩鼎是有半分鐘的提問 而王進朗一分鐘的回應 請周浩鼎 剛才亦都聽到王興都提到 怎樣去做好國際創播中心 我就解說了我怎樣去吸引一些國際專才 要招攬他們的子女來 都要有些教育背道給他 我也想問問王興 你又可以說一下怎樣可以令到更多內地的專才 或者可以吸引到他們落戶來香港 去幫我們一起去發展我們的創播中心 好 王進朗 你一分鐘時間是作出回應的 現在可以開始 我的看法有兩點 第一點是針對初創的企業 我認為香港和大灣區的一些城市 特別例如前海這些城市 可以共同建立一些投資基金 可以吸引無論是內地願意通過香港出海的一些項目 來香港進駐 或者香港願意走入大灣區的一些項目 可以通過這個基金投資而給一些配套 我相信第一 這是可以吸引到初創的企業 第二 如果希望吸引內地的一些大型高端的科技企業 進來香港 我們一定要配套一些政策給他 我認為今天的政策是一些小恩小惠 小補小貼 例如一個人才 可能我補貼幾千元 一萬元給他 但對於可能一百億 一千億市值的企業 是需要一些更多的政策 包括稅收 人才 以及剛剛說的人才計劃 以及一些公寓 所以我相信這些政策 特區政府在創新創科基金裏 是需要提出更多 而吸引這些高端的產業進來 好,時間夠 最後一個環節是總結發言 會後數人有五十秒時間總結發言 我首先按抽籤次序請王俊朗總結發言 現在可以開始 各位香港市民 為下一代 頭級未來 除了是我的選舉口號之外 我都希望這個是我的社會參與的一個宗旨 在過去一段時間 香港經歷了很多 香港青年人 也都剛剛我這樣說 有一個困惑 有一個憂慮在 我希望通過我個人的經驗 以及我個人的身份 在過去的基層生活 在我的創業的經驗裏面 去為香港帶來一個新的未來 新的想法 無論你是支持一個 想貼地為你工作的人 或者是給你一個所想的人 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 因為我是一個和你奮鬥的人 希望你12月19日支持我 新思維的王俊朗 多謝 好,接著我們請周浩鼎 阿鼎你有50秒時間總結發言 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好 阿鼎的三大主張 通關就是重中之重 我們是提出有追蹤功能的健康碼 給回內地的香港市民使用 這個一定幫大家揭力跟進 剛才在政綱解說的時候 都提到我的工業4.0的仗義 其實我有一套的整體計劃 就是要幫助我們新界西北的居民 都有更多園區的就業 不用走出去講究中環上班 第三當然依然是小孩子的教育 國民教育的落實都是非常重要 我和大家一定會跟進各項的議題 包括屯門元朗的交通基建 希望大家 12月19日請大家支持阿鼎 鼎力前行共創明天 多謝 三個環節順利已經完成了 我們再次感謝兩位候選人 出席我們今天的特備節目 記得12月19日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 記得投票 也感謝大家一直看產新聞出品的 2021年立法會選舉 為何我要選這個特備節目 在這裡和大家說一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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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